每天吃一瓜 封闭姐巴巴巴 笑死 杨幂这部哈尔兵CY的瓜越看越好笑 这部除了无嘴观众 不让观众吐槽杨幂的演技 颜值仪态外 这两天杨幂的粉丝又干了这个事了 把型号接不住戏的词条给刷上去了 到处吐槽型号枉为实力派演员 结果却接不住杨幂的戏 硬生生带垮了哈尔兵这部剧 而这个说辞 呵呵 真是把网友给看乐了 事实上 之前李少宏评价杨幂的话没错 他表演不过脑子 都是程序化演戏 快乐就哈哈哈哈 痛苦就哇哇哇 拍好好兵期间 他倒是也想过好好表现 配出一部代表作 为此还特意请了别人老师跟主 但没用 别人老师教了东西 他根本吸收不进去 拍的时候还是会流水现实拍戏 按照自己的表演方式来 有些戏份张李导演卡了好几次 可拍出来的效果还是不如人意 所以后面导演也摆浪了 就随便他 他一段过一段 之前张李夸杨幂的时候不也是词穷了吗 只能说一句杨幂很拼 没有人鼻涕能留他那么长 所以一来二去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用力过门 几乎所有的表演 杨幂都是夸张化了去眼 然后这种表演就成了洋洋式油腻 哈尔兵刚开播那伙 情号友配合做宣传 他老婆一人静也写了小作文 给这部剧吆喝 但眼看着这部剧垮了 情号也不敢继续硬着头皮宣传了 主要怕被连累 怕晚节不保 怕这部剧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污点 最后 杨幂的粉丝部分反驳在里 哈尔兵这个剧确实不是一无是处 没有杨幂的片段 那些老细鼓演的还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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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